3月25号,昭通华语特色学校,举行设计思维创新课程之全球儿童设计思维创课马拉松活动。 活动集中展示了12件由学生独立制作完成的创意模型。 活动现场,学生们依次登台,向观众详细介绍了自己小组的设计思路、制作过程和成果,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。 我们华语学校开展这个创新的设计思维课程呢,主要就是为了开发我们的思维,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拓,更好地来帮助我们学习。 就能让我们不是用一种方法解决问题,而是用多种层面,多种角度来解决问题,用创造性来解决问题。 这个过程呢,我们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合作,就比如说小组分工,小组来合作制作模型,让我们的思维也夺到了扩展。 去年以来,招通华语特色学校结合学生和学科特点,精心设计一系列思维创新课程,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形式,欲学娱乐。 通过开展设计思维创新课程,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,使学生感受到动手过程的快乐,还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,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。 这个创新活动,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教程,就是放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学习和教学当中,并且做了一个课题的一个申报。 去年年底的时候,正式被批为这个云南省的一个省级的一个课题项目。